阿爹说要将我许给宋远藩时,阿娘狠狠闹过一阵子,那时阿爹已是天子尽臣,官拜二品,阿娘又是忠勇侯府嫡女,我不说能嫁入宫中为嫔为妃,但高低也应许一位门弟相当的世家公子。 而宋远藩不过一寒门白衣,刚刚考中近世,身无常物,新科近世穹林刺验时,他那一身将洗干净的布衣在锦绣繁华中分外眨眼。 阿娘拉着阿爹哭诉,你叫那个穷书生拿什么养我家嫩嫩? 织粉前他都供不起,但阿爹心意已决,阿娘也不能围傲半分,宋兄对我有恩,如若不是宋兄,岂有我今日。 你若心疼女儿,便为他陪上厚厚的嫁妆,又有我们帮衬着,日子总不会艰难了。 阿娘知道我阿爹是在不会改变主意之后,只好抹着眼泪又开了库房,将我原旧丰厚的嫁妆又足足添了一倍,他实在地心疼我。 我其实理解阿爹。 阿爹年幼丧父,族中人欺他年幼,侵吞家产,全靠宋家一力辅助,替他打赢了官司,要回了家产,又送他与自家公子一起去书院苦读,言请名师一同教导。 阿爹能娶到阿娘,也多亏宋家一力撮合,连迎亲的聘礼都是宋家替阿爹背下的。 谁知风水轮流转,如今阿爹官途坦荡,步步高升,宋明却英年早逝,只留下寡妻幼子,直到宋远藩高中之后拿着信物钱来。 阿爹才知宋远藩的幼年近况,他既愧疚未能早早帮助宋家,又感念宋家早年恩情,因而想将我嫁过去, 好歹能帮衬一把,不致叫宋家门眉败落,但我愿意搭允,到底还是因为宋远藩这个人的。 定亲前,在阿爹的默许下,我隔着屏风,遥遥见过他一眼。 年方十八的青年人,容貌甚磊,高约七尺,宽肩窄腰长腿,双眸炯炯,身如渊庭月志,风姿之盛,叫人无法忽视。 那时,我便知道了,他虽长于贫苦,却畏赘青云之志。 二甲第一的成绩不算辱没了我,阿爹虽说要报恩,但并非是随便捡了个人叫我嫁的。 我甚至反过来劝说阿娘,相信阿爹的眼光。 阿娘见识已至此,便也认了,风风光光将我嫁入宋家。 婚后,我与宋远藩相处融洽,阿爹偏疼我,我小时候常被他抱在膝上,亲自教我念书席字。 我虽为身归女儿,却并非胸无点墨之人,与宋远藩很是谈得来。 阿爹的照幅走动之后,将他外放至定州地方为支县,我自然随他去道任上。 我曾与宋远藩深夜长谈,我知他心怀大志,他要振兴宋家门楣,希望宋家能够在他手中重回鼎盛时期。 他说起前程未来时,眼中惊亮一片,异常坚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帮他完成。 未免他在背后被人耻笑。 我悄悄变卖了阿娘给的丰厚嫁妆,为宋家天房置地,又在定州京都都买了铺面,将宋家从前的产业再次经营起来。 手中可流动的现银,我都投入到生意当中,日常的花销难免着紧许多,原本每季要置换的衣衫首饰都暂且割下了。 其余没必要的开支我也都是能省则省。 那日在游园会上乔中一壶骡子袋,画远山眉是再好不过的了。 但我拿在手中,久久下不了决断。 骡子袋太过迷废,宋远帆如今官职不高,我用骡子袋画眉未免显得招摇,且他自尊极强。 我若是用过一次后,不肯再用,他察觉后必定以为自己无用,平白生出许多心思来。 是以我犹豫再三,终究没有买下。 偶尔回想起在龟中被阿娘娇宠的日子,只觉一乡去甚远。 阿爹那时还曾担心我,阿娘那般惯着我,日后我出嫁从夫,带着一身骄金脾气,该如何是好。 阿爹那时大概不会想到,我嫁给宋远帆后会放下身段,变卖嫁妆,替他主持中会,为他的虔诚担惊虑,甚至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宋远帆政绩卓越,在定州任职的第三年,阿爹寻了理由将他召回经中述职。 宋远帆与阿爹在书房议时,我便进内院陪伴阿娘,阿娘许久不见我,高兴地落泪,一叠连声地吩咐,叫下人去拿我爱吃的果子与茶。 我笑着将阿娘安抚下来,阿娘,瞧你,我都嫁人三年了,怎么还拿我当小孩子呢? 阿娘称道,你懂什么?为娘的心啊,从你生下来那一刻起,就放不下了。 阿娘牵着我的手,你同阿娘说说实话,姑爷带你怎么样? 我笑,阿娘,放心吧,我与远帆感情很好,互相信任,彼此扶持。 我说的哪是这些,阿娘在我耳旁低语,是那方面,姑爷对你怎么样? 何以你进门三年了,还无一子伴女? 我的脸一下子通红,阿娘,跟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只管跟娘说实话。 我与宋远帆夫妻恩爱不假,可这件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阿娘开口。 夫君他公务繁忙,十天总有八天,是宿在外院的。 难怪你出嫁三年,半点动静也没有,阿娘神色似有埋怨,到了旧寝时分,你也不曾遣人去催促一生。 我孽如不曾,阿娘长叹一生,想来她是嫌你无趣,才不肯留宿正愿。 罢了罢了,还是要阿娘替你操心。 阿娘拍了拍手,一个身段婀娜的女子,轻轻停停地从屏风后转了出来。 这是婉娘,我从扬州给你买回来的,她会好好教你怎么得到夫君的欢心。 在阿娘的坚持下,我将婉娘带回了家。 我从小受的都是最正派的闺秀教导,婉娘不知从哪捎来一件薄如蝉翼的沙衣来,叫我换上。 我脸红透了,扭捏着不肯脱里面的小衣,婉娘也不强求,反而笑了。 也好,这般半遮半掩的,男人更喜欢了。 就寝时分,我坐在床边,咬着唇,忐忑地等着宋远帆回来。 她会喜欢吗? 终于,房门外传来脚步声,宋远帆推门而入,下人们都自觉退下,我红着脸上前替她宽衣。 宋远帆看见我时,眼神中闪过一瞬的争忠,抿了抿唇,什么也没说。 我只觉脸上的血色都退得干干净净,小声地问,夫君,不喜欢吗? 她站得离我有一段距离,眸子漆黑幽深,扫过我袒露的胸口和若隐若现的肌肤,我只觉浑身都烧了起来,紧咬着嘴唇,难堪得几乎要掉下眼泪来。 睡吧,宋远帆衣襟带风,轻飘飘从我身旁路过,却仿佛活生生抽了我一嘴巴。 第二日,阿娘火急火燎跑来,追问我,昨夜怎么了? 我别过头去,眼眶立刻就红了,比平时还不如,她定是觉得我那般失了身份,明明是正是嫡妻,却学得一手下贱手段。 越说越恼,我大哭起来,手中砸着东西,将那老十字的婉娘赶出去,赶出去,我这辈子没这么难看过,阿娘想劝不敢劝,只得领着人回去了。 这件事成了我梗在心里的一颗刺,我自小要强,却不得不承认,我对我的夫君没有吸引力。 跟他回认上后,他还是同往常,一般待我,一样的温柔体贴,却也一样的多素于外而少归于寝。 我四辆斟酌良久,咬咬牙,使唤人从江南买了扬州寿马来,女孩早被调教好了,眉梢眼角都是春情,身段也似柳斑娇软。 我将他送去宋远番的书房服饰,当夜我心疼得滴血一般,到了就寝十分也未去睡,守着一盏孤灯坐着,心里不住地比较,大约是我貌不如人,也坐不来讨好姿态,才讨不得夫君欢心。 想着想着,我趴在暗机上嘀嘀了起来,哭着哭着,却察觉到一双温暖的手拍了拍我的后背,我吃惊地抬起一双通红的眼睛来,却是宋远番,他正望着我温和地笑。 我惊讶地忘了哭,夫君,怎么在这里? 宋远番在我一旁坐下,他声音低沉,带有几分推心致富,怪我不好,与你成亲以来总是忙于公募,却是冷落了你。 你性子又从来贤淑温婉,心里再难过也不愿告诉我。 他这一番话说得我眼泪都下来了。 宋远番以温热的指腹轻轻为我食干眼泪,言如莫哭,是我不好,叫你误会,才会百般计谋,只想讨我欢心。 我只是想说,你不必如此,你现在是我的妻。 往后是我继承人的母亲,那些手段,你不必使,谁都越不过你去的。 当夜他自然留下,与我好好温存一番。 第二日,他取出一个极精美的葡萄花鸟纹,掐丝发廊盒来,一打开,竟是排列整齐的裸子袋。 宋远番亲手执起一支,为我描眉,笑说,听闻娘子甚喜裸子袋。 我便拖了人去西方买回,岳父将你嫁于我,绝不是要叫你受委屈的。 我低头休难,回头望见镜中的自己,长眉入病,面娇眼笑,直从心间都泛出田来。 我送他出门上牙时,他整理衣冠,正色道,那个扬州来的女子,打发他出门吧,我书房不用这样妖艳的人。 我抬起眼,又惊又喜地望着他,他握了握我的手,眉眼带笑,家有贤妻,足矣。 我与宋远番在任上的第三年,宋远番家乡传来消息,宋母病了,未免宋远番心急,我主动提出,回乡去替他照顾老母。 临走前他握着我的手,一遍遍妈撒,上次你小产后的虚空还未补回来,眼下却又要叫你为我千里奔波,来回操劳,真是叫我放心不下。 我心下又色又甜,温生安抚于他,你有公务在身,不能回乡尽孝也就罢了,我又怎能放心母亲病中独居呢? 放心吧,我已经给阿娘去了信,她在京城为我们寻了一处带温泉的宅子,等接到母亲。 我便与母亲一同回京城休养,有阿娘看顾,劳累不到哪里去的。 宋远番神情中还有担忧,我便笑道,还有两年,你便认满了,届时回京,想必母亲身子也大安了, 你就带上我们一起赴任,岂不好? 宋远番也笑了,嫌妻安排怎会有错? 我靠在宋远番怀中,抬头望着中秋圆月,不无遗憾地感叹道,可惜我福伯,两次都未能留下夫君的孩子。 这两年,我怀孕后不到三月,总是莫名其妙的小月,但怎么查也查不出端倪,只能相信医官所说,是我身子太弱,留不住孩子。 宋远番听了我这话,皱起眉头,胡说,不过是前头的孩子,缘分未到,我们往后还会有孩子的。 我深深埋入她怀中,嘴上说得在好听,到底是舍不得她的。 好了好了,宋远番像哄孩子似的拍着我的背。 第二日,我带其家丁仆从,南下去定州接婆母送刘氏。 我到了才知,婆母病得远比我和宋远番想象的要严重。 不知是生了一种什么样的怪病,浑身长疮,粒粒黄豆大小,夏日慢慢,窗中灌满了黄浓,婆母脸肿大一圈, 油亮亮相是能晃出水来,躺在床上意识不清。 婆母若此时顽固,不说宋远番会有多么难过,单止这丁幽的三年,便能生出多少变故来。 我拿着父亲的拜帖将当地治世的老太医请了来, 每日亲自为婆母挑破窗,挤掉恶农后,敷上药粉, 每日光是被褥便要拆洗数十遍。 好在婆母身子硬朗,总算是挺了过来。 她醒来有意识时,摸着我的头发,哭着将我揽在怀里, 我宋家何其有幸,得此贤妻。 因为婆母病了,宋远番又远在任上, 因而宋氏族人只能全由我来照料, 婚丧嫁娶,我都尽心竭力地替他们安排周全, 这是我作为宋氏宗父应尽之责。 慢慢我在宋氏甚至定州当地都积累起了威望, 素日众人有什么拿不定主意的便送来叫我定夺, 有什么为难之事也都求到我面前。 某日宋远番堂地宋远航忽然惊慌失措地跑来向我求助, 说是有意就有,因家境辽落,被乡里恶霸缠上, 要抢买他足中祭田,那人读过书,很有几分傲骨, 宁肯拼个头破血流,也抵死不从。 举手之劳罢了,我没有不帮的道理, 给当地支县去了一封手书, 他是父亲门生,当然是向着我的。 这是便很轻易地解决了。 事后我想起问宋远航, 这是与我而言不过举手之劳, 你大可早早告知我就是, 何必是到临头才慌慌张张来向我求助。 宋远航吱吱吾了半晌, 才将事情告知于我, 那是个女儿家。 女儿家怎地, 我呼得恍然,难不成。 这是你心爱的姑娘。 宋远航脸仗得通红, 连连白手, 没有的事, 扫扫莫要瞎猜。 我笑道, 扫扫在你眼里这般迂腐。 若那当真是个好姑娘, 扫扫做主替你取过来就是, 这般遮遮掩掩的像什么样子。 宋远航急事休难, 转身跑了。 我将这件事放在了心上, 等到那姑娘来府上道谢时, 我留神细看, 却是一副清爽骨肉, 生得名谋好池, 柔味动人。 行事待人, 也算周全有礼, 还隐隐透出几分诗书气息, 我瞧着喜欢, 便旁敲侧击了两句 她与宋远航的亲事。 谁知这姑娘面色大变, 甚是不悦, 奴虽双亲亡故, 却也知道娶妻当奉官侠配, 三枚六聘, 宋夫人嘴皮子一碰便要将奴的终身定下, 这是欺负奴家中无人了。 与弊, 她竟是拂袖而去。 我心下大为诧异, 将自己说的话细细回顾了一遍, 怎么也没想出来, 究竟是哪里惹了这位颜姑娘不快, 叫她这般不留情面。 我吩咐人去将宋远航换来, 宋远航得知我竟带她向严小姐提亲, 急得跳起来, 嫂嫂, 你怎么也不同我商量一下, 哪日见你那般紧张严小姐, 我以为你是有意以她为妻的, 越这么说, 我心下越是觉得奇怪, 你同我说实话,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隐情。 宋远航憋了半嗓, 最终还是告诉了我, 严小姐与兄长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那时她还不知道与嫂嫂的婚约。 我恍然, 宋远番为了承诺也好, 为了前程也好, 娶了我而非严欢, 严欢至今未嫁, 心中只怕念着宋远番的, 宋远番对她心中有愧, 自然叮嘱弟弟平时多加关照, 我却会错意了。 难怪我透露出替宋远航求取的意思, 她会那般恼怒, 只怕以为我是向她示威来了。 虽说我不觉得欠了严欢的, 但终究献下我与宋远番秦色和名, 而她还孤身一人, 难免叫人心中过意不去。 我便包了厚厚的银钉交给宋远航, 也托她平日里多照应一下言欢。 这件事我处理的利索, 上下打点妥当, 里外周全, 贤良之名响彻内围, 无论走到何处都是赞羽一片。 宋远番得知一切, 写了厚厚一封家书来, 信中字字恳切, 末尾坠了一句, 慎念无期, 万望保重, 来日方长。 那时我觉得这两年所有的丹经节律都值得了。 婆母病好以后, 我又陪着她在乡里休养了一段时日, 进京之路也是缓缓的, 恰巧便与宋远番回京述职的日子错过了。 她政绩优良, 依然外访敖资历, 这次恰巧改任林姿。 婆母身子依旧不好, 我也不好丢下她去与宋远番团聚, 便也只好留下照顾她。 我只接探, 与她分别的日子太长。 相聚的日子至今遥遥无期, 原想送两个通房, 去任上服侍宋远番, 谁知她特意留下主妇, 直言绝不许我做这事, 我心下甜滋滋的, 自然不会强求。 那时我觉得, 我是全心全意带宋远番的, 他也是如此, 我们便是晚几年有孩子也没有关系。 让我想想, 那些事情是怎么一点点传入我耳朵里的呢? 宋远番从来心思缜密, 他原该将事情瞒得一丝不漏的, 但才子就佳人这种事情, 哪能瞒得住呢? 先是打南边, 传来守时星小曲, 讲的是芝州锦衣还家乡, 妙计制就花魁娘。 当时是郡主娘娘的赏花宴, 点了这首曲子, 我原不过是随着众多女眷听个新鲜罢了, 那花袋一登场, 我却惊了, 念词唱打都模仿很像, 那活脱脱就是宋远番的模样。 那脚身高原是不够, 活生生变了一层, 在众人间显出鹤立鸡群之势来。 旁边的夫人戏谑地望向我, 我瞧着这扮相怎么活脱脱就是小宋大人呢? 听说是曲子还是打林子传来的。 看来你家是要多位千娇百媚的妹妹了, 许是巧合吧。 我面上笑容还是完美无缺,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心已经乱了。 宋远番一向知道, 我不是那等善妒女子, 不会阻止他那切的, 倘若是一般女子, 他若真喜欢, 何不对我直说, 大大方方抬进门钟就是了。 女人胡思乱想起来, 思绪便如千开的棉线团。 她不肯对我讲, 只有一个缘故, 那女子是她真正心肩肩上的人, 娶我不过是位仕途, 她与我成婚这几年, 不耐切, 不是为着与我夫妻情深, 而只是为她心肩上真正念着的人。 我手脚冰凉, 吩咐了回府。 一回府, 大丫鬟便来禀报, 夫人, 婉娘来了, 说是奉亲家太太之命。 说起婉娘, 我便想起那屈辱的一夜, 此刻又正是心烦意乱, 便直言吩咐, 不见。 谁知她宁肯在外跪着也不肯走, 我用完晚饭后, 到底心软了, 叫她进来吧。 婉娘端端正正地朝我行了个礼, 小姐, 你非要见我是要说何事? 婉娘低眉顺眼地跪在我跟前, 奴婢知小姐疑我, 但婉娘的命是夫人给的, 婉娘若是眼睁睁看着小姐跳入火坑而不自知, 便实在辜负夫人大恩了。 婉娘虽是下酒流, 但也知道执恩图报四个字, 我凝视她半傻, 好, 你说吧。 婉娘起身, 在我耳旁悄然说了些什么, 我脸色勃然大变, 放肆, 你凭什么威风敢来造夫君的谣? 婉娘回到地上跪好, 面对我煽青一般的怒火, 脸色不变, 小姐心中若当真对姑爷半分一斗也无, 又何必这般极言利色的训斥奴婢, 不过是心虚而已, 信口开河, 我气得胸口起伏, 你敢这般污蔑夫君, 也不怕我提脚卖了你。 婉娘神色未见未举, 平静道, 小姐以为你的枕边人是怎样待你的。 小姐身子一向康健, 这两年怎会无缘无故的小产, 岂是天灾, 无非人祸呀? 我的枕边人, 不用从你的嘴中了解。 我感觉我的世界在不断厚仰, 背驰咬着嘴唇微微颤抖, 有一阵炫韵。 小姐, 你若还不信, 大可去查查您那好夫君送的骡子袋。 婉娘跪在我脚边苦苦哀求, 骡子袋, 骡子袋, 是啊, 骡子袋, 我怎么忘了骡子袋? 我脚下不由踉跌一步, 查遍所有, 我从来没有想起过骡子袋, 但我旋即苦笑, 宋远帆心思缜密, 与她在一起时, 她日日亲手为我描眉, 要动手脚何其容易, 怎会留下半分把柄给我。 小姐要卖要杀都随小姐, 婉娘这条命给了小姐便也算长恩了, 只求小姐亲去林姿看看吧。 按理说, 我自己的夫君, 我不应该从别人的口中和传言中了解, 但有些东西是不能起怀疑的。 一旦心中生起怀疑, 就像是吃人的妖怪, 一口一口, 可是所有的信任与情分, 逼着你, 非要直面她不可。 钟永侯福有一只青旗, 探查运送消息再合适不过, 外族给了阿娘, 阿娘又给了我。 这是我出嫁后第一次动用这只青旗。 为了不惊动人, 指甲称我是病了, 由最心腹的四个丫头把守房门, 我素来规矩甚言, 等闲丫头婆子并不能靠近正院半步, 因而瞒上十天半月不成问题。 经中诸事料理妥当后, 我领着青旗, 走水路, 悄然进入林姿界内。 我早已探明宋远藩如今住在哪, 我知他不通武艺, 是夜, 便叫人民云宅中 首夜的侍卫小厮与丫头婆子, 游人带着, 悄然潜入。 这座宅子是宋远藩背着我悄悄置下的, 藏在身像之中, 三进三出, 不算太大, 却也宽敞。 从垂花门入, 经过抄手游廊, 此刻东西厢房都漆黑一片, 唯有正院还有幽幽灯影, 两侧窗下都种了芭蕉丛, 原是夏日取阴凉风雅之意, 却正好给我提供了藏身之索。 我悄然隐在芭蕉树影下, 瞧着窗上映出的两个人影, 一个身姿高挑其长, 正沉声训斥道, 你怎地自作主张, 换了这身衣服? 难道你不喜欢吗? 那人悠悠道, 深夜听来, 似登台唱戏一般, 如愿如素, 婉转千回, 似午夜鬼吟。 到底不够谨慎, 容易叫人发现? 有甚好怕? 当年你为了前程生生弃我而去, 弯我心头肉一般, 我知你背负王妇遗愿, 前程要紧, 何曾怨怪过你一句? 你我一别数年, 我不过是想待在你身边罢了。 宋远藩, 你就那么怕吗? 我不是怕。 宋远藩放缓了声音, 只是现在一切来之不易, 你只在忍耐几年, 几年就好。 我还要忍到什么时候? 忍到你同他儿孙满堂, 忍到你全然忘了我吗? 那人压抑数年的情感, 尽数倾泻出来, 深夜里, 滴滴地哭出了声。 我从小双亲亡固, 是你将我从死人堆里刨出来, 我是为你而活的。 伴做女子后, 不能考取功名, 不能娶妻生子, 亡固祖宗亲法, 天地伦理, 这些我都不在乎, 我唯一只怕, 你厌弃我, 忘记我。 我听的这话, 仿佛响雷直击天灵盖, 不由地亮呛一步。 宋远帆, 放在心肩上的, 是个男人, 指甲深深欠尽肉中, 鲜血淋漓, 我却恍若不知。 夜深了, 宋远帆的声音, 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我从来不曾忘记过你, 你只看这几年, 他何曾生出过孩子? 那是我亲骨肉啊。 你我从小一起长大, 我何曾舍得违逆你的心意半分? 你任性卖身做花魁, 逼得我不能不想法子, 将你留在身边? 你屏障什么? 不就是我带你与旁人不同吗? 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 只是为家世大, 我如今还没有全然站稳脚跟, 若是这边的事传入魏氏耳中, 你我焉能有命在。 那人的啰气渐渐平息, 冷愿问道, 那我只问你, 你要他, 还是要我? 主影昏黄, 映出窗上两个交叠的影子, 我要你, 我当然是要你, 宋远帆的声音, 低沉含糊, 室内低吟喘息不停。 他一声一声地唤着, 我要你, 阿妍, 我当然要你, 阿妍, 阿妍, 你再等等, 等他生下孩子, 往后, 只有我们。 阿妍, 妍欢, 是妍欢, 而妍欢, 是男人, 怪不得他不碰我, 也不碰糖的美貌妾室, 怪不得我与妍欢从无过节, 他却从第一面开始, 就对我有明显的疏离与恶意。 宋远帆从始至终, 爱着一个男人, 在定州查到的只字片语, 加上我的猜测, 在今夜全部得到证实。 严欢少年时家逢大难, 宋家卫将他救下, 便假称严欢为女儿身, 谁知严欢与宋远帆, 竟是情愫暗生。 哪怕严家已然平反, 严欢也不愿恢复男儿身去博取功名, 宁愿一生扮作女娘, 也要留在宋远帆身边。 但他是要立志成为内阁宰府的人啊, 这些怎么够? 因而他必须要有一个家世雄厚, 助力颇多的妻子, 也就是我。 但他也舍不得严欢, 那样一张楚楚动人的脸, 又对他情深一片, 怎能舍得下? 或许是我回乡照顾宋流氏, 博得乡里乡外的好名声, 叫严欢极了, 他知道他的痴心人不可能休妻, 又怕我与宋远帆这样天长日久地相处下去, 早晚会叫宋远帆动心。 所以他按捺不住了, 甚至不惜自卖到林姿的青楼, 逼得宋远帆将他救下。 他们自去情深一片, 凭什么要拉上我的终身来陪葬? 胃里翻江倒海的涌上恶心来, 我扶着墙, 满脸是泪, 几乎支撑不住。 一出宅子, 我便吐得昏天黑地, 吐到最后已经无甚可吐, 是身体本能一直作呕。 心腹强行将我带回别院, 给我灌下安神汤水, 强迫连日奔波来的我必须睡下。 但我睡不着, 闭上眼睛, 往日一幅幅恩爱画卷便在眼前展开, 然后又有一把染血的剪刀从正中划开, 将美好的画面割得支离破碎, 鲜血淋漓。 他将我当作什么? 一块砧板上的带宰的肉吗? 想一想, 如果他们的算计成真, 我的孩子将在怎样畸形扭曲的环境下长大, 他甚至会将杀母仇人当作生身父亲般尊重。 而我临死前还一无所知, 只当自己福薄, 说不准还满怀深情地看着宋远番, 只遗憾未能同他白头偕老。 我可以容忍一个男人的见义思迁, 招其目处, 只当我运气不好, 遇不上那戏文中的痴情男儿, 但我却绝不能原有将我当作构中物, 肆意欺武掠夺。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我强迫自己睡了一觉后, 第二日打点起精神, 吩咐清旗, 即刻回京。 京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不知稳妥。 一切自然没有破绽, 没有人知道我去了哪里, 做了些什么。 我与平时一般无二地操持家务, 照顾宋流氏, 与京中妇人来往, 临滋传来的事情, 我一概不做理会, 不听不信。 我很耐心地等着宋远藩年终从任上到京树植。 他希望明年调任回中央, 因而今年年末世一定会回京来打点上下关系的。 我将府中上下洒扫干净, 吩咐蒲丛买来新鲜蔬果鱼肉, 正院门割了两盆金菊, 郎中上下挂好红灯笼, 一派喜气洋洋的年节气氛, 只等着宋远藩归家。 他的车马是傍晚时归家的, 宋远藩穿着干青色杭筹直坠, 披着灰鼠皮大厂, 从马车上下来, 风姿如玉, 急事打眼。 宋远藩心机深沉, 情绪从来不会摆在脸上, 但我仍然从他平静的脸上捕捉到一丝军裂, 他应是在想, 不该这样风平浪静的。 林姿的事情他舞得再好, 京城不可能一丝风声都没有。 我笑语莲珠, 问候他连日奔波辛苦, 没有给他插话的机会, 他走在我身旁, 步子略略有些着急, 我只洋装不知, 始终笑容可居, 但绝不开口问他想说些什么。 娘子, 有件事, 我须得对你说。 说起来, 我也有事要对你说。 我故意同他话敢话, 宋远藩谦让一步, 娘子想说什么。 前些日子铺子里的人来送年货。 想是见夫君接妓子陪酒, 便传流言说夫君纳妾。 我说那妾又非什么犯法事, 夫君若真做了, 大可明说就是, 你我夫妻向来亲密, 这起子小人离间你我夫妇, 岂不可恨。 直气地我拔了那人四颗门牙, 迈到最北边去了, 这流言才算停, 否则要是传入玉石台, 夫君这官生还要是不要。 我笑盈盈地看着宋远藩, 不错眼地盯着他。 宋远藩勉力笑起, 自然, 那妾岂有不问贤妻之理。 那妾一事暗下不提, 大家都是变脸的各中好手, 气氛自然融洽和谐, 面上看, 我与宋远藩依然是最恩爱的夫妻。 宋远藩正在调任京城的关键时期, 大年初二不用我催促, 他都收拾一心, 与我回娘家拜见阿爹阿娘, 希望阿爹在这个关键时期好好照应他。 我将心中所有怨愤藏得一丝不露, 笑着与宋远藩回府拜年, 私下确早吩咐了婉娘去林姿走一趟。 这个局我已经步了太久了, 婉娘办事利索, 不到元宵便京城到林姿走了个来回, 将人披空擒来, 此刻扔在庄子上, 人是不行。 宋远藩在书房中处理公文, 婉娘悄然到我身旁禀报, 一丝破绽没有, 小姐放心。 正在此时, 跟在宋远藩身边的小司来报, 爷今日处理公文晚了, 就歇在书房, 请夫人早些休息。 我手持御书, 正一下一下打整着头发, 听得这些, 漠然一声, 知道了。 再过五日, 宋远藩就会收到他别愿被烧, 美人被掳的消息了。 宋远藩定然很想他吧, 没关系, 我很快便会让你们见面的。 我重重割下御书, 势必跟在身后, 吹灭灯烛, 放下两边帷幕, 引我上床去睡。 宋远藩很快得知了消息, 神色大变, 勉强至我身旁到林姿那边出了大事, 既然年已过完, 他便先回林姿去了。 我贤惠之礼, 自然无有不应, 当即吩咐小丝势必为他打点行装, 亲自送他上路。 据我安插在宋远藩身旁小丝传来的消息, 宋远藩险些将整个林姿翻了个遍, 他年少加逢大便, 从来稳妥, 看来这次是真的关心则乱了。 只是可惜, 他将林姿翻了个遍又有何用呢? 人在京城, 青旗如水过无痕, 岂是他如今能查到端倪痕迹的? 我算着日子, 等到四月间, 天气和暖了, 便带上宋刘氏与阿娘一起南下去林姿, 婉娘带着盐花暗中随行, 我要告诉宋远藩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你怀孕了? 我笑容灿烂, 是啊, 已经两个月了, 终于上天垂青, 叫我又有了夫君的好。 正好婆母如今身子也好了, 我便将她从京城一起带来的, 我们好一家团聚, 夫君可欢喜吗? 当着宋刘氏与阿娘的面, 她当然笑容满脸。 一脸即将为人父的欢欣喜悦, 当然, 当然, 我满目娇羞地已在宋远藩怀中, 夫君这月的休暮日, 可否陪我去小青山上的宋子娘娘庙中还愿? 当初诚心发愿, 如今得偿, 想给宋子娘娘捐一座新的金身。 宋远藩从来不会在这些事上下我的面子, 文言笑道, 娘子说什么便是什么, 看她明明心中酸苦, 还要极力粉饰太平的模样, 我心中大事快慰。 婉娘办事极力索, 在我与宋远藩上玩香回程的路上, 穷凶极恶的山匪闪出节道, 车队一时四分五散, 马受惊狂奔, 宋远藩挽救不急, 眼睁睁看着马车被山匪劫走。 当中一人猖狂大笑, 宋太守, 我们兄弟只为求财, 回去准备赎金, 救你家夫人吧。 得知我被掳走, 阿娘狂哭, 绝不允许宋远藩将此事传扬出去。 传出去, 我家嫩嫩还要不要做人了? 她要多少给她救世了? 宋远藩无法, 只能带上赎金, 同山匪做交易。 但我也知道, 宋远藩是不会老老实实 束手就擒的。 果然, 山匪偷偷告诉我, 宋远藩暗中调动地方军, 准备利用地形优势将这窝山匪围住, 以网打尽。 我冷静地回答她, 你放心, 只要你将这件事给我办得漂漂亮亮, 我自然会留你兄弟性命, 给你们的新的身份与钱财, 往后做富裕的财主。 意料之中, 在交换钱财与人质的当口, 宋远藩大手一挥, 埋伏的人手从暗处冲出, 万箭齐发, 倒了不少山匪。 一时叫骂哭喊震天, 混乱之中, 宋远藩没来得及抓住我, 我腰上还绑复着绳索, 被山匪拽了回去, 他们大声叫骂, 姓宋的, 你不讲信用, 也别怪兄弟们不讲道义了。 我泪光盈盈, 朝着阿娘的方向大喊一声, 阿娘, 阿娘顿时如弯心一般, 封了班锤打宋远藩, 你还我女儿, 你还我女儿。 宋远藩理亏, 承受了阿娘的哭骂, 低声下气地不住道歉, 同时下令搜山。 包围圈越缩越索, 山匪们带着我, 与被掳的妇女们走山路走得并不轻松, 一路走一路丢弃女子, 最后逼得她们穷途末路, 手中只剩下几个货色最好的。 被逼到山深处没有路走时, 将我推了出来, 想你婆娘活命, 就赶紧叫这些人都退开。 宋远藩站在最前, 原本气定神贤, 正要与山匪谈条件, 呼得余光瞥见一人, 神色大变, 正是失踪多月, 不见踪影的颜欢。 此刻她还是女娘装扮, 发际散乱不堪, 一双泪眼盈盈, 望着宋远藩, 激动得几乎想扑到她身上去。 山匪头子和其敏锐, 看出了这两人之间的不对劲来, 一脚将颜欢踢了回去, 然后斐气一笑, 哟, 看来宋大人要想要的。 不止一个呀, 宋远藩竭力想要平静, 但周身满意的怒气, 还是暴露了她。 山匪头子有恃无恐, 吩咐两个手下, 一边拎一个摆到宋远藩面前。 宋大人, 选一个吧。 夫君救我, 我面上惊惧害怕, 朝着宋远藩大呼。 一个不知从何处来的野蹄子 和你的正是嫡妻, 你还要犹豫吗? 她还怀着你的孩子, 阿娘见到宋远藩犹豫的神色, 怒了, 急眼力色。 宋远藩双拳紧握, 咬牙, 简直是天人交战。 我站在颜欢身边, 看得很清楚, 她那一双动人心魄的美眸 含了薄薄泪意, 专注而哀伤地看着宋远藩, 真真是叫我一个女人 见了都心碎。 我忽然生了想法, 若是宋远藩在此刻 宁愿与我为家撕破脸皮, 也要保住心上人性命, 我便敬她是条汉子, 从前种种既往不救, 只当我运气不好, 之后与她体面合理, 后面的事我便也不做了。 但荣华富贵 终究是荣华富贵。 我看见宋远藩颤抖着抬手, 掠过颜欢亮起来的眸色, 定定地指向了我, 放了我夫人。 颜欢尾顿在地, 不敢置信地望着心上人, 而后扯开唇角, 讽刺地笑了。 山匪取了银子, 放我过去, 阿娘抱住我放声大哭。 宋远藩强忍着 没有去看颜欢, 转头温声安慰于我。 那晚我喝过安神汤睡下后, 宋远藩借口 要去寻回那些被卖的妇女, 带上几个不多的心腹 出了宅院, 朝着山匪逃走的方向去了。 我怎么会给她留下机会呢? 山匪被青旗杀了个干净, 他们抢卤妇女进行买卖, 原也不是什么好人当杀, 而且死人的嘴才最牢靠。 青旗半座山匪一路逃窜, 而后在江心伪造沉传失事, 一行人尸骨无存。 等宋远藩追上时, 只有渺茫江波了。 他独自一人跪在江边, 失声痛哭。 他双眸血红, 一字一句地启示, 今日为是逼我弃你, 我宋远藩再次立誓, 来日未及人臣, 手掌全是, 必要他为家满门覆灭, 九族被诛。 这便是阿爹为我选的好狼婿。 我扯开嘴角笑了, 至于盐欢, 他死了吗? 不, 我怎么会让他死呢? 一日, 盐欢在江边一座小屋里醒来, 旁边是鱼女装扮的婉娘。 他瞧见盐欢醒了很是欢喜, 小狼君, 你醒了, 我打鱼时将你从江中捞出来, 你线下还好吗? 盐欢扮了多年女儿身, 乍然被叫小狼君, 有些不适应, 还好。 婉娘叙叙叨叨地忙碌, 给她拧了条帕子来擦脸, 盐欢不自在地接受了她的好意。 听说那船上都是土匪, 小狼君好容易逃出条命来, 可要去寻家里人吗? 不, 我没有家人了, 盐欢陡然打断婉娘。 婉娘从善如流, 无妨, 我瞧小狼君生得以表堂堂, 定是朝廷的栋梁之财, 何处不能谋生呢? 栋梁之财四个字戳得盐欢, 哑口无言。 她忽然反应过来, 自己这前半生是何其荒唐, 文不成武不就, 全然耗在一个薄情人身上了, 大好男儿, 不知功名利禄, 全心只被儿女情长所累。 说得对呀, 何处不能谋生? 瑜伽乌设简陋, 阳光倾泻, 露入盐欢指缝, 她忽然决出一种踏实来, 一种只为自己活着的踏实。 婉娘见她模样, 心知大抵是想通了, 便适时向她透露, 听闻京城来的圣家老爷 在昭族学的西席, 郎君若是学问好, 何妨前去一世呢? 我最好的归忠密友, 正是嫁入圣家。 我要借圣家的手来打磨颜欢, 颜欢会带着她对宋远帆的恨, 成为我最好的刀。 她将我拽入地狱, 那我们就谁都不要好过。 做戏子, 做女子, 颜欢与笔墨疏远良久, 骤然找回真身, 已有些生疏。 幸好, 这只是一出排演好的大戏。 得欲伯乐, 性得重用, 看似平风浪静的几个月里, 颜欢在圣家这场戏中, 已无知无觉行过好几场。 我端坐台下, 饮茶微笑, 为家暗中使力, 家之宋远帆屡历漂亮, 顺利调职回京, 官至三品侍郎。 而自那一夜后, 宋远帆对我愈发迅顺, 时常抚摸着我的肚子, 温声细语地对胎儿说话。 我低头看着她头顶, 近乎嘲讽地勾起嘴角, 问她, 夫君, 这孩儿近日调皮, 你可感觉到了。 她复耳上来, 扮上含笑仰头, 孩儿调皮, 要累娘子辛苦了。 对着一个枕头, 听见孩儿调皮, 难为她送远帆。 不过, 她素来不就是这么会演吗? 次日我服侍她晨起更衣, 帮她系好衣袋, 她壮若随意地提了一句, 皇后娘娘诞下的九皇子周岁宴, 该安排宋府送往宫中的贺礼。 陛下已是天命之年, 老来意外得子, 自然是十分欢喜。 三皇子与五皇子正因夺嫡斗得如火如荼, 九皇子年幼又深得陛下宠爱, 两人都争先恐后地想表现自己的胸有帝功, 在皇帝那处搏一个好名声,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宋远帆不曾明确告诉我她站位哪边, 但我能想到她多半会选择五皇子。 三皇子由先皇后所出, 身份高贵, 后有实力雄厚的外戚, 身边人才济济, 并不缺人。 以宋远帆的野心, 不会甘心平庸, 她并是剑走偏锋, 押饱后起的五皇子, 她想借着从龙之功一步登天。 从前我自然是不遗余力地支持于她。 如今嘛, 我俯额怨怪自己, 我如今孕期糊涂, 竟是将此事忘了, 想来阿娘是记着的。 我这就遣人走一趟, 我做事将贴身婢子换进门来。 阿娘因着上次山匪之事不快许久, 宋远帆果然面露犹疑, 她让人下去了, 朝我露出温和笑意, 这些小事岂有叫娘子操持的道理, 为夫自己来就是。 我面带微笑, 好, 夫君素来擅查人心, 这些都是小事, 自然不会做不来, 我便也偷些懒了。 宋远帆应声, 敷衍我几句后便出门操持了。 我脸上的笑慢慢淡了下来, 婢子端来一盏金丝燕窝, 我吃着甚好, 一面吃一面丰富, 告诉婉娘, 养了盐欢几个月, 也该叫她做些事了。 盐欢自到圣府为西席, 一直得到圣府上下观照, 她并非无心无肝之人, 自然懂得感念恩德。 偶然间她听得圣家少夫人 在院中窥叹, 实在是半君如半虎, 夫君与公共 已为送进宫中的贺礼犯难多日了, 送进皇家的东西, 再如何富贵都是小巧, 如何才能凸显心意, 又拿捏好各种分寸, 当真为难。 盐欢听了, 犹疑着问道, 某有一言, 不知可否为少夫人一听。 圣家照盐欢所出的主意背上贺礼, 皇后果然十分欢喜, 携着圣家老夫人的守不住地道, 到底是女子最体谅女子的凡难, 这份礼真真儿是被到我心卡上了。 圣家送了四名医女进宫, 专为皇后调养身子。 宫中太医精通妇科一道的太医甚少, 就算有, 到底是男人, 身宫之内, 很多时候并不方便。 更何况, 医女精通调养之道, 女子生产之后精血大亏, 发胖臃肿。 季后今年不过十九岁, 哪有不爱美的? 送医女进宫, 才是真正为皇后打算了的。 娘娘高兴了, 陛下自然也就高兴了, 对圣家大家赞赏, 连带着三皇子也受了不少赏赐。 夺嫡到这个阶段, 早已是此消彼长。 五皇子这边的礼, 就算是在贵重, 无外乎也是些冷冰冰的金玉, 皇后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 便已开了眼。 五皇子面上很过不去, 我不知道宋远藩是否被斥责了, 但我知道, 五皇子并非一个大度的主上。 从前宋远藩因着我, 回回都将是扮得妥贴出彩, 如今他当然没有出错, 但和初挑比起来, 平庸就是错。 二门的小丫鬟回来说, 宋远藩的面色倒还好, 看不出喜怒。 我笑笑, 宋远藩此人心机深沉, 面上自然是看不出来的。 晚饭后, 宋远藩破天荒地踏入我的院门, 温柔地朝我嘘寒问暖, 我便知五皇子这通提器 只怕是发得不小。 我须与伟仪的同宋远藩 说了惠子话后, 便不着痕迹地将他撵走。 今夜要给盛家姐姐写信, 岂能让他留宿。 借着此次的功劳, 盛家对延欢赞不绝口, 并将他引荐给三皇子。 有盛家的引荐, 加之盛欢本就心思通透, 学问精深, 很快便被三皇子奉为上席。 盛欢出身贫苦, 后又被宋远藩掩藏多年, 宋远藩能给他的终究有限, 他哪见过什么荣华富贵。 他第一次平靠自身算谋, 踏入气派的皇子府, 想必也是历史 要好好做一番事业出来的。 盛欢也不想被人查出从前的身份, 因而刻意改办容貌升陷, 非是精通益荣术之人, 不能认出。 很快, 大家都知道三皇子身边有一位 至继无双的幕僚, 平靠着他的筹谋, 三皇子迅速与其他人拉开了距离。 三皇子对这位先生可谓是言听计从, 无有不应。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先生的来历, 更不晓得他的名号, 只知他居所, 换作听风居, 便叫他听风公子。 五皇子都查不到的事情, 宋远藩更查不到。 他恼恨这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听风公子, 谋算处处抢在他前面一步, 仿佛对他的心思了如指掌, 他能看到的地方, 听风公子统统都能看到, 他看不到的地方, 听风公子却能看到。 仿佛这个人生来就是要同他作对的。 宋远藩不再得到五皇子信重, 五皇子性质鲁莽, 欲发不会听他见言, 相应的, 五皇子出错的时候也越来越多。 五皇子欲失忆也就欲不可控, 最近的一次, 他醉酒后冲至三皇子府邸。 痛殴三皇子一顿, 三皇子鼻青脸肿地跪至陛下跟前, 痛哭流涕, 陛下龙颜大怒, 将五皇子打了三十大板, 令他好生反省。 从没有哪个皇子领过这样重的刑法, 这几乎是绝了五皇子继位的可能。 但陛下大怒之后又不免伤神, 两个都是他心爱的儿子, 手心手背都是肉, 他已经在很努力地一碗水端平了, 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 也不知道陛下怎么就想到要召见听风公子, 但更奇的是, 见过听风公子一面后, 陛下终于痛下决心。 他昭告天下立三皇子为太子, 高强圈进五皇子。 陛下将五皇子的亲舅舅派去监看五皇子, 就是摆明了, 不愿客戴。 陛下在世, 他依旧得保荣华富贵。 其实早该这样了, 皇位只有一个, 早早立一个, 绝了另一个的幻想, 只要龙椅上那个人还在, 那就两个人都能活着。 那个秋日, 京城阴云密布, 时时有雨, 我居于府内, 观天下风云变化, 只觉接下来要有好戏看了。 宋远帆是不会允许自己输的。 果然, 听风公子失踪了。 太子急得满天下找他, 却全无踪迹。 太子正失魂落魄着呢, 月黑风高的雨夜, 五皇子返了。 他领着手底下的几千人马, 杀进东宫, 杀了太子。 老皇帝惊吓过度, 当晚就没了。 不过最后, 五皇子也死了。 宋远帆杀的。 我还是小看宋远帆了。 他压的, 既不是五皇子, 也不是太子, 他将全副身家, 堵在了皇后所生的嫡子身上。 嫡子只一岁, 主少国仪, 他是要当全清朝野的摄政王, 替很多时候无法出面的太后料理事宜。 那段时日, 京城几乎血流成河, 死了很多人, 也有很多人一跃千里。 我借口要生产, 早早躲去城外的庄子, 我不会在这时候与宋远帆硬碰硬。 等到诸事料理停荡, 宋远帆回过神来, 想腾出手收拾我与魏家, 却翻天覆地, 也找不到我的踪迹。 其实他不知道, 我就藏在宋府内。 府中的人都是我从娘家带来的家生子, 这座府邸从落成开始就牢牢把控在我手里, 宋远帆想找到我的踪迹, 笑话。 他不知晓我, 我却知晓他, 更知晓失踪的颜欢在何处。 颜欢就被关在宋远帆书房底下的密室中。 宋远帆手段很毒, 哪怕他与颜欢只是正敌, 他也不另以最毒辣的手段对付他。 颜欢舌头被拔掉了, 宋远帆每天都让人从他身上一片一片地割肉下来, 而后又给他敷上药, 长出新的血肉后又继续阉割, 循环往复, 我听得都厌倦, 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青旗护佑在我左右, 婉娘转开密室的机关, 我出现在宋远帆面前, 宋远帆见我来。 很是震惊, 你怎么会知道这里? 他想叫人抓住我, 但又怎么会有人听他的呢? 他身边几乎所有得力的人, 都是我陪嫁中的亲戚。 宋远帆富贵才多久, 能有多少钱来养自己的心腹。 我笑了一声, 也懒得装了, 当初这个宅子修建的时候, 我看过全部的工程图, 更对过账簿, 木材银钱都用在哪里, 岂有我不知道的? 我从来不知道, 你竟然还懂这些? 那只是因为男人不喜欢聪明女人, 更不喜欢比他聪明的, 我装的而已。 我朝他笑, 你不了解的我就太多了, 我苦心排演这场戏, 终于要唱到最后了。 宋远帆心中暗觉不好,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悠闲地走到行刑架前, 查看盐欢的伤势, 哪怕此时此刻, 行刑的人依旧没有停下, 他的舌头被拔掉, 面孔血肉模糊, 独剩一双眼睛, 只剩一双眼睛。 一双亮的骇人的眼睛, 既恨又爱, 痛苦愈发衬出三分楚楚。 我见尤脸, 其实也怪你运气不好, 听封公子来京城三年了, 从不以真面目示人, 你就一点也没有好奇过, 他的真面目是什么, 或许他是你认识的什么故人呢? 我话必, 宋远帆仿佛猛然意识到什么, 不敢置信地回过头来, 正对上那双眼睛, 顿住, 良久地顿住。 他尖叫一声, 野兽般扑了上来, 滚开, 都滚开。 他捧住那张血肉模糊的面孔, 和他对视, 喉咙中滚出一声乌液。 阿言, 是你, 怎么会是你呢? 怎么会是你呀? 宋远帆身子猛颤一下, 他不敢置信地望着那双眼睛, 想说什么, 喉管不受控制地喷溅出鲜血来。 盐欢牙齿间咬着刀片, 恨意凛然, 毫不犹豫地割断了宋远帆的喉管。 我冷眼旁观, 心头快未非常, 我等这一幕, 等得太久太久了。 宋远帆还没死, 他倒在血泊中, 见我朝他一步步走过去, 唇齿间吐出字, 是你, 毒妇, 是你算计了一切。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像看一只蝼蚁, 走好, 往后, 你滔天一样地荣华富贵, 就让我来享受吧。 宋远帆到死都在诅咒我, 他那天没死, 他足足撑了三天才断气。 我让人给他点了雅穴后, 将他捆得严严实实地送入棺材, 他躺在棺材里, 听着上面, 一锤一锤地将棺材钉死。 他拼了命地想发出声响, 大抵如浮游汉大树。 隔着棺材, 他听见老娘为他哭瞎了眼, 听见同僚哀叹他英年早逝, 听见唢呐声声, 想了一夜又一夜。 许是夫妻怜心吧, 我听见他在骂我了。 我拿起手绢, 开了开眼角的泪, 答应着来安慰我的命符。 切不可过度悲伤。 启陵, 落脏, 他好恨我, 他应得的。 卫生, 阿爹病了, 有些潮事他是处理不了了, 身为子女, 我也只好代劳。 太后见我字写得不错, 索性叫我接了阿爹的上书之位。 我与太后是自幼的手帕交。 我搬回卫府居住, 在阿爹的书房替他处理正事, 阿爹就在一旁看着, 他说不了话, 有时会流口水, 咿咿呀呀地想说什么。 我偶尔也不太理解。 阿爹, 你为什么要恨我呢? 我不过是叫人一针将你扎瘫痪了吧, 其实你如果不想着把我做的一切告诉宋远藩, 女儿会更孝顺的。 还好, 阿娘总是向着我的, 不然此刻, 女儿大概就不知道在哪里了。 他总觉得, 女儿是不可靠的, 亲生女儿也比不得精挑细选的女婿, 那他理应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我的余生绚烂明媚, 竟比年少时精彩百倍。 我享受着在波绝云轨的朝堂上抽丝剥茧, 敏锐地探查人心, 玩弄全数, 迂回婉转, 达到我的目的。 为百姓谋福祉, 为天下开太平。 从前我的世界只有那一方小小宅院, 现在我的世界是整个朝堂, 整个天下。 我老了后, 便向陛下辞官周游天下。 我在一间小小的草堂里偶然重逢故人。 他只能乌业, 说不的话, 脸上还有几道可怖的伤痕, 但他的眼睛依然明亮, 坐在窗边, 安静祥和。 听说, 他收留了许多被抛弃的婴孩, 有女婴, 也有男婴。 孩童将他围在中间, 他落笔写字。 人来此时一遭, 不论男女, 都须先找到自己, 拥有自己, 以知乾坤大, 方得连人心。